在愛的幸福過度 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愛的就是你 黃曉民輕度抑鬱遭貓狗仙 現唱愛的就是你告白王力宏 第10屆兩岸影展正式開幕 兩岸影展30號下午舉辦開幕式 這雙帥黃曉民王力宏主演的 吳溫西東維開幕片 他倆先後接受媒體訪問 曉民透露過去一年可以減少工作 多花時間陪家人 40歲的他 坦言曾在五年前陷入低潮 第一我覺得我不是一個 天生的優秀的演員 但是我卻進了這個行業 你會這麼別人對你演技的異議嗎 說不在乎是假的 肯定特別特別在乎 大家看到的只是成功的一面 其實有很多的階段 我是做了很多的心理的掙扎的 也有抑鬱的時候 輕度抑鬱吧 輕度抑鬱的時候 有什麼比較後面的懲罰 不想見人 見到小貓小狗都覺得 他們在鄙視自己的 不過一切在有了兒子之後 黃曉民的心態有了轉變 有了孩子之後就多了一個軟肋 也多了一層鎧甲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兒子的偶像 對 讓兒子 以我為驕傲 同樣當爸的王力宏 近幾年除了專注在歌唱事業外 也創作劇本 我最老的那個劇本已經寫了快十年了 一直在寫劇本 但這十年為什麼沒有試圖想把它拿出來弄一下 要習慣失敗 要習慣被拒絕 這些大的電影公司 他們大部分都在看一些 比較IP 放你知啊 IP就是智慧產權的縮寫 網路上流行的 不管是小說 一個故事甚至一個形象 只要有粉絲支持 就可以改變成戲劇 電影或線上遊戲 例如《步步驚信》《甄嬛傳》《花千古》 《花千古》 就是從熱門原創小說 編成電視劇的 因此力宏感嘆 原創劇本很難打入市場 但他仍想把自己的劇本拍成電影 那先開拍的會是什麼 應該是動作片 動作片 對 你會再當嗎 這部片子應該不是 而王力宏和黃曉民 雖然在《吳溫溪》中 沒有對手戲 但兩人早在六年前 開拍這部片時 就與相識了 我知道力宏的 其實力宏紅的挺早的 我那會兒是他的小歌迷 在愛的幸福國度 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愛的就是你 娛樂動新聞 小明我們下次合作 就是在舞台上了 發導 蘋果歡迎15周年 送你百元C的米券 再抽十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集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